我又在我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 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 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早 早 早 閒...咱今天有人 聽不懂的 都聽過 吼 都聽到有 我也沒辦法 從頭到尾都說火鍋話 因為 已經在台北上口慣勢 講講的北京話都會走出來 盡量啦 我從頭到尾都試著 試用火鍋話 我們台語跟大家講 我們這句是什麼題目 題目跟各位不知道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很多人都說 我們那些 鬥電發的講義 我們都用不著 所以我們 會 這一節課會讓各位知道說 我們從戰爭史 從新台灣的裡面也是都可以了解 台灣的地位現在到底怎麼樣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暗時這樣上課到現在 大家已經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那 我給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先不要去外面跟人家說 我們去外面跟人家說 我們說實在 你說不會贏他們 因為你的概念還沒很清楚 你的概念不清楚 你怎麼去跟人家講 而且他們已經中毒六十九年 中毒六十九年 中毒六十九年 你怎麼可能說直接把他們改毒 一個人已經中毒六十九年了 他一直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根據我們真正了解的台灣國際地位 我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民政府的主張在立場 他剛開始你要了解 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的主張是 根據國際法理 根據國際法理 讓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到底有正常還是沒有正常 為什麼沒有正常 我給你問 我們現在有一個國家 我們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為什麼沒有正常 如果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要叫中華民國 不叫台灣 為什麼要叫台灣 還不叫中華民國 為什麼要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樣不是很照口令嗎 如果是中華民國 就中華民國 台灣就台灣 什麼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有個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不是很照口令嗎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很 我們下一堂課 我們那個潘優謙潘 所以更清楚 讓各位知道 這些概念跟邏輯 我先跟各位分享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是我們台灣人說的 這是很不了解 我們本土台灣人 很多人說的 中華民國不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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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北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北 所以這就是台灣現在國際地位 不正常的地方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北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北 中華民國在台北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國際地位 沒辦法正常化 因為我們現在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台灣沒有一個政府 台灣的治理當局 中華民國 他在台北而已 所以他的治理單位只有在台北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剛才有沒有聽到那個潘老師在講 在英國那時候有流亡政府對不對 英國政府在倫敦對不對 法國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同時有三個政府在倫敦 今天可不可以 我今天可以說 我波蘭政府 現在所有的法令 都歸到倫敦 所有的倫敦都按照我波蘭的法令 不能用英國的不能用法國的 可以這樣嗎 法國可以說 現在開始頒布所有的法令用在倫敦 那個不能用波蘭的 也不能用英國的 可以嗎 也不行 倫敦是用哪一國的法令 英國的 同時有三個政府在倫敦 同時有三個政府在倫敦 同時喔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合法的 英國啊 這概念很簡單嘛對不對 我們清楚嘛 那如果今天假設 日本政府在台北 假設啦 我現在假設 當然這是不對的 日本政府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假設一個西藏流亡政府也在台北 那請問一下 這三個政府都在台北 那我們要聽誰的 為什麼 因為從1945年4月1號開始 台灣就是屬於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今天只要日本政府 他頒布法令在台北 我們就要聽日本政府的 這概念很清楚嘛 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一點都不正常嘛 因為我們現在的代表隊出國去比賽 全部都只能用中華台北 我們可以用台灣隊嗎 我們可以扛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出去比賽嗎 我們都扛什麼 五個圈圈耶 不是五個圈圈嗎 對啊 那五個圈圈到底是什麼棋子 五環棋喔 奧運五環棋喔 所以 這個我們的 奧運代表隊 我們的世界各國的比賽的隊伍 到外面都知道我們是中華台北隊 從來沒有人會說我們是台灣隊 也不會有人說我們是中華民國隊 他們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是在國際上 唯一可以承認的 合法承認的 你現在是中華台北隊 你是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派出來的代表隊 所以 我為什麼像我們的那個官網 各位可以進去看 官網的左上 左下角 那邊就有一個台灣戰爭史回顧 你也可以了解很多 我們的戰爭史 到底過去發生什麼事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 各位了解 我們的台灣國際地位 現在一點都不正常 我們的國際地位不正常 我們就沒辦法走出去國際社會 我們沒有辦法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因為我們不知道 到底用什麼名字去參加 你用中華台北隊嗎 用中華台北的名字去參加嗎 中華台北的名字隨時可能會消失 我講真的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個奧運的那個不老傳奇 各位知道說 中華民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等一下各位我們再來探討 我們先了解說 我們的 我們的主張第一個 我們要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 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現狀 實際上現狀 在國際上可以 一直到目前為止 從麥克阿瑟將軍頒布第一化命令到現在 從我們去 秘書長 開始在美國的聯邦法院 再來美國的高等法院 再來美國的 那個聯邦高等法院 到美國的最高法院 這一路官司打下來 他們都承認 現在美國 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 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他們一直說 美國的律師 派出哈佛大學畢業的律師 一直說 這是政敵的問題 這不是 這不是台灣的問題 這是政敵的 美國總統才有辦法改管 請問美國總統要遵守美國的憲法嗎 古今三合併條約 定於美國的憲法嗎 等同於美國的憲法 所以他一樣要按照 究竟在合併條約來行事 究竟在合併條約就有講到 日本天皇 保佑台灣的所有權 他一直都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到目前為止 從1945年的4月1號開始到現在 他一直擁有 從1895年 我們已經歸到日本之後 日本開始對全島實施黃民化 他們在1943年 從1945年 我們開始可以對日本 我們開始台灣的人民 可以到日本去參政 參戰 這很重要 我們是 請問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 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來上海都知道 你外面都不知道 我們都說我們是戰勝國 對不對 我們都說我們有光復節 對不對 餘人節嘛 1945年4月1號 對那個 那個日本來講 是一個很神聖的日子 然後台灣就故意把它講成餘人節 然後講10月25號是光復節 我們12月1號去跟同學說 我們台灣沒有光復節 他們同學都會比這樣 真的啊 他們同學說他們在頭上拍他們 台灣真的沒有光復節啊 台灣為什麼會有光復節 戰敗國會有光復節 所以我們都了解說 我們有很多人去做日本兵 跟日本到底打美國 我們實在很厲害 所以日本那些不敢來打台灣 在歷史上有很多很多的美麗的錯誤啦 剛剛講我們台灣太美了 他們也不想來破壞台灣 所以他們跳島戰術 一跳跳到哪裡 跳到沖縄 所以他們去打沖縄 中途島 硫磺島 戰到這樣 台灣就沒打到 因為台灣那時候有最強的 關東第10方面軍 在這裡這樣手勒 所以美國感覺說 當兵本來就是這樣 打仗的時候 我不跟敵人的正面軍隊衝突 因為死傷會最慘重 人的大軍集結在台灣 我幹嘛跟他正面衝突 我去打那個弱的嘛 所以他直接跳到那個 跳到那個沖縄 比較好打 所以台灣沒有打 也就是說那時候台灣沒有打 才會讓台灣一直有美麗的錯誤這樣 一路這樣走下來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宿命嗎 該是解決問題的時候 習近平常說 他現在要正視台灣的問題 他不想把這些政治問題 留到下一代 他要正視對他來講是好事 對我們來講也是好事啊 我們那時候因為南北韓戰爭 所以我們錯失了一次 讓我們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機會 現在我們也要來平反 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 他要正視我們也來正視嘛 我們一起來正視這個問題 讓台灣的問題 真正的一次就解決 不然這樣一直拖拖拖拖 歹事 歹事拖拖 要拖到時候 一直拖一直拖 你要拖到時候 你要再拖到你的下一代嗎 我們這一代齁 我們每次講到我們這一代 我當然這一代還有下一代 因為我女兒已經念大學了嘛 所以下一代 我們這一代 我們已經不了解 我們日本的歷史了 知不知道德川家康的時候 知不知道我們的幕府時代的時候的歷史 我們沒有念過 我們已經不了解 我們身為日本的神明 我們過去的歷史 我們已經不了解 因為 從文化 從教育 開始不斷的對你洗腦 所以你認為某某人是民族的救星 歷史的偉人 各位要唱 我們年代差不多 從小就要這樣 那時候還有這樣掃蜥 只要聽他的名字就要立正 然後聽到他的名字就要立正 笑耶 真的 真的啊 那時候自己想一想很傻 還要去當兵耶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 你有沒有聽過去 任賊做父 然後去替他當兵 然後替他打我們自己人 我們當兵 如果那時候準備對日開戰 我們要不要去跟日本人打 要跟自己的爸媽打 真的是被人家國際上笑死了 覺得好不笑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耶 我們都已經傻了 我們都認賊做父替他當兵 我們還繳稅耶 根據戰爭法的規定 根據戰爭法的規定 他對我們不能課稅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而已 他對我們不能課稅 他也不能叫我們當兵 這是根據戰爭法的規定 可是他都不守法 不守法沒有人出來制裁 那個時候我們台灣不夠人 講真的 那時候 在越南 有一個胡志明 越南有一個胡志明 所以那時候 那個中國 國民黨的軍隊 跑到越南去的時候 胡志明 請法國把他趕走 法國軍隊一下就把20幾萬大軍 中國的軍隊就趕走了 台灣那時候 因為我們戰敗 那真的是 我們歷史上很黑暗的一天 我們戰敗了 所以我們沒有大人出來 來替我們把這些中國軍隊趕走 反而是我們母國的軍隊 很整齊的離開了台灣 我岳父有到港口去迎接啊 很整齊的在那邊看著 我們穿著很整齊的 軍服的日本兵離開台灣了 然後那些奇怪提著鍋碗瓢盆 拿著大鍋子 穿千坨子 然後那個 一副很蓬頭垢滅的人 進來台灣了 我們還要歡迎他 歡迎他進來殺我們 各位知道228事件 台灣真正到底死了多少台灣的精英 我們我們奔透台灣人 幾千個人 好幾萬個人 在日本時代有戶籍 到後來過了兩年 228事件過了兩年 台灣省政府清查戶籍 戶籍失蹤的人口 日本有戶籍 到後來沒戶籍的 二十二萬五千人 那都是我們的高知識分子的 你不要說逃出去 逃出去 基本上來講 逃出去很困難 所以逃出去人不多 所以那時候 整個在撫恤的時候 是找不到人的撫恤 因為全家 一起 就被處決了 這個 以後問蔡財源蔡老師 他都會告訴你們 他說他那時候被關在警備總部 地下一樓還是二樓 關在那裡 他打在桌上睡著 因為一直被拷打 還坐電影 然後一直被拷打 然後 突然聽到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有豪哭的聲音 他說為什麼 老兵跟他說 那樓下就是政治犯 那些老兵在那邊 用脖子這樣 掐死一個五塊錢 就放水樓 那些都查不到 這些歷史的那個 他那時候利用戰爭法 他說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 他那時候用戰爭法 他講說我們違反戰爭法 我們沒有遵守戰爭法 所以我們想要叛亂 依照戰爭法來講 我們戰敗的人 如果想要叛亂 想要去 那個 佔領 那時候用武力佔領我們國家的 美國 他派台灣來佔領 派中華民國來佔領 那時候他們有絕對的武力 所以他對美國來講 他兩手策略 等一下各位都可以看到 我先很簡單的告訴各位 他一方面說 台灣人如果認同 願意規劃中華民國國籍 他是順服了 不認同的呢 我就把他殺了 那我們台灣人到底可不可以 認同規劃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違反戰爭法的 從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戰爭法裡面就很明確的規定 非常清楚的規定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如果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今天波蘭跟法國可以賴著不走 可以留在倫敦賴著不走 不是嗎 這樣倫敦不是反了嗎 一個倫敦有三個國家 有三個政府 到底要聽誰的 所以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拿破崙戰爭以後就規定了 國際戰爭有講 如果可以 那個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這樣美國很大 美國有沒有打敗伊拉克 那伊拉克現在是變美國的第51週 美國有沒有打敗西班牙 有耶 他打敗西班牙所以得到菲律賓古巴 還有那個什麼 波多黎各 關島 他那時候為什麼要打西班牙 他欠西班牙很多錢 所以美國很厲害啊 他只要欠人家很多錢 所以把他打敗了 他打敗了然後又佔領了 錢又不用還 又佔領了 對啊 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最近可能考慮打中國這樣 沒有啦 以上純屬虛構 那個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不要亂斷定 所以他那時候打敗了西班牙 所以他得到了菲律賓 得到關島 得到波羅黎各 得到古巴 如果這些都變成 美國不是一直52週 53週 54週 55週 週不完 全部都是美國的啊 世界一半美國的 一半中國的 這樣不是就好了 一人補一半嗎 有沒有可能 中國有沒有可能分世界一半 沒有啦 我告訴各位 中國的軍力真的蠻弱的 人家上游政策下游對手 那時候美國世界聯合國規定 日本不能開始有軍隊 所以日本只能有自衛隊 日本現在修改憲法 日本其實那時候沒有辦法修改憲法 他為了要保護他的國家 旁邊有中國的威脅 他在世界各國的 莊作媒看到之下 他開始每年的建造潛水艇 因為潛水艇他可以把它藏起來 潛水艇蓋好之後 他就下去服役 下海去服役 服役之後他一年之後就退休了 潛水艇他一年就退休了 潛水艇建造六七年 建造六七年然後下海去服役 一年就退休了 會不會太快了一點 然後就藏在北海道 然後再建造好了 又下去服役 一年又退休了 所以他目前他就有 沒有違背聯合國的規定 他可能現代服役的可能十幾艘 可是其他的幾乎都是新的 都藏在北海道 有超過一百二十艘的潛水艇 所以他說如果中國大陸 敢囂張的話五分鐘 中國的海軍就不見了 五分鐘 這是真的 而且經過世界各國的軍力評比 世界軍力最強的是美國 第二是誰 各位都知道 高級班各位都會上到 所以中國想要佔有一半 所以不要以為中國很強 他只是人很多 他會用人海戰術 現在人海戰術沒有用 現在高科技真的人海戰術沒有用 你飛機再多 不如我們的那個F-22 台北一台 然後高雄一台 就可以對一艘可以 一架戰機可以對付好幾百台的戰機 所以這些 你慢慢就會知道 美國一步一步在做 要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第一個 台灣的主張 我們要遵守 我們 像日本一樣嘛 我們守法嘛 我們遵守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跟你走 現在完全跟你走法令 因為我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歐巴馬也說 他要在他的任內解決 習近平也講了 台灣是 那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利益 所以大家現在突然都很想要搶台灣 那也好 這個危機都是轉機 台灣就一定要扶上台面來解決 以前都是中華民國蓋著 他不解決嘛 他把它擺爛嘛 然後每天就改克剛嘛 對不對 高中克剛再改一下 然後讓我們完全不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 那好可憐 各位念好可憐 各位念長江流域幹嘛 念黃河流域幹嘛 對啊背那麼熟 然後從那個中國的前一個朝代 然後一個一個朝代背下來 還要背每一個皇帝 我想真的 趕你屁事 真的啊 你為什麼不去看板上之雲 為什麼不去看不毛之地 為什麼不想去看我們的那個龍馬 版本龍馬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會使用暴力 不用使用武力 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本來就不用使用暴力 不用使用武力 各位知道 根據戰爭法的規定 根據戰爭法規定 我們要接政權跟誰接 跟美國 美國 美國怎麼把 蔣中正送來台灣 其實蔣中正 講真的 蔣中正不是美國送來的 美國那時候派誰來 他那時候派孫立仁來管軍隊 軍的是孫立仁 陳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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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陳懿管行政單位 然後派孫立仁管軍隊 所以那時候蔣介石被 日本這樣一直逼一直逼,逼到重慶的時候 他沒辦法啊,他要繞跑啊,他要走路啊 他不敢直接飛來台灣,不敢直接飛來台北 他真的是修羅,你知道嗎? 他直接飛到澎湖 他帶他所有的機要秘書,帶他所有的那些武官 飛到澎湖 然後他還投食問路 他派他們太太去美國 這個因為我們那時候告贏美國 我們開始,我們在高等法院開始告贏 我們可以開始對一些檔案解密 了解當初美國是怎麼把台灣賣給中華民國的 所以那時候看到,其實那個時候 蔣中正他不敢來台灣 他一直躲在澎湖 然後呢,他就開始運作 駐美代表,姓顧的 然後那個,宋美玲到美國 他們在那邊一直運作,到最後順利人 真的很白目,就飛到澎湖 他飛去澎湖,因為一管軍隊 他決定能不能讓蔣介石來台灣 他飛到澎湖說 我們永遠效忠我們的領袖 蔣中正先生 所以蔣介石才敢這樣子飛到台灣 一飛到台灣呢 一聽我們台灣的這些高知識分子 一起去美國,告美國一起去日本 所以他馬上宣布什麼? 戒嚴 台灣那時候有戰亂嗎? 台灣那時候有反叛嗎?為什麼要戒嚴? 而且全世界最長的戒嚴 三十八年 給人民不能說話,這說就是 然後開始對我們中華 開始對我們本土台灣人 對我們這些日本神明開始洗腦 不准學日文 我們要排日 不准學日文 不准講台語 不准講客語 不准講高砂組的話 只准講什麼? 北京話 不是國語 只准講北京話 不准學日文 我那時候真的 去學校第一天 我們主持人說 阿公阿嬤怎麼說台語 去學校一個說台語 說去老師打我還要發錢 被打又要罰錢 所以你會 當下你就會 因為 小朋友不懂 只有講北京話才能生存 其他什麼話都不能講 就自然而然 北京話就越講越流利 我們的母語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母語是日語 好可憐喔 不會講母語的 日本台灣人 你的母語 母語叫什麼? 出聲就開始講的話叫母語 結果你不會說 你連聽就不會聽 現在開始學了 所以我們用各種方法 好像在阿嬤的齁 促使各種方法 讓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本來就應該要離開了 你流亡政府怎麼一直流亡 流亡這麼久的 流亡政府什麼叫流亡 就走來走去叫流亡 流亡要跑來跑去 流亡會固定在一個地方嗎 又把你開大樓 又去吃冬廟公 冬廟公 又開始把他的錢吃賣都借來 一百萬兩百萬都借來 開始把我們四萬塊 改一塊 讓他們變有錢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 那個時候就是 由中華 每天 在那裡做生理 幫他們阿嬤做 叫換現金 每天牛車的現金 叫有一天回來他們阿嬤 坐在那裡整個都倒 他說 這股車都沒用 為什麼 一整車四萬塊換一塊 你當場會傻眼 就一張行政命令 為什麼要做這樣 財富重分配 給他們看中國人有錢 把我們的錢拿給他們 一個聯王政府可以實施什麼 三七五鹹豬跟著有期田嗎 你們都知道這是違法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違法的 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是違法的 就是讓他胡作非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大人 我們沒人可以主持公道 現在既然有人要正視這個問題 要在任內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 我們就 全力配合他 我們把我們自己準備好 讓你的概念清楚 你的概念清楚了 你才能準備好 去準備 去當一個 所以我講真的 為什麼各位要看新台灣論 你要了解 我們這些流程 這些過程 你今天去接收我們的政府單位 你去當政務官 結果你發覺你所有的事務官 都跟你說中華朋友在台灣 你一個人的嘴 你一個嘴 他們正人的嘴 就跟你說你不對 我跟你說 我們的教科書 我們的歷書 都拿出來給你看 你看長江流域 我們的悠有 遠遠 五千年的文化 結果你就會說到這樣 真的 好像他們說得對 你被他們洗腦 你是去要教育他們 所以你的新台灣論如果不通 你的戰爭史如果不通 你會說輸贏 你會說輸贏 你裡面那個 事務官裡面還有撲輸 還跟你說得像真的 結果你都沒有辦法反駁他 你講一講 我們回來做中華民國的兵 好了 所以你要想辦法 了解 越來越清楚 你不是只有上完這六天 初級班高級班 你要每天上網 去看我們現在新的台灣戰爭史 你要增加自己的專業知識 你才能當好的政務官 就像日本在講達人一樣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日本的達人 你真的要佩服他 我們日本人 真的是 真的要感到光榮 最後的立場 我們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的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的 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 不配合 不過你要有那個 你不繳健保費 你就要有辦法自己去繳 現在自己先去繳醫療費用 對 所以我選擇先國民年金先不要繳 那跟我沒有影響 所以你可以選擇 不合作也不配合 蛤 蛤 所以你自己啊 你要自己看 你自己要那個gas 如果你剛好要領勒 你如果剛好要領錢了勒 對不對 所以如果像我們還有一段時間的 你可以選擇 因為那時候早就已經 中華民國都不存在 你幹嘛要繳 我不是鼓勵各位 各位 如果真的你要有那個能力去做 跟他對抗 罰單不繳 你要能夠忍受 所以我沒有鼓勵各位 你可以選擇不合作不配合 你可以選擇怎麼樣不合作不配合 再不違反台灣治理當局 不要跟他拚啦 那個來看那個葛西紀明 有沒有看過這個 不老都是葛西紀明 沒看過嗎 2月21號的新聞 今天幾號 今天22號 沒有看過也很正常 因為各位在上課 昨天的新聞 為什麼沒有辦法上下 體育競技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 一個主要的原因 由於賽場上永遠會有無限的可能 看似疾難失憶的奇蹟 像這次鎖氣冬季奧運 為日本拿下男子個人高跳台滑雪項目銀牌 革西紀明死了一會 41歲 他參加七屆奧運 七屆喔 你說齁 在日本那麼競爭那麼激烈 能夠代表日本國家隊去參加 每次都能夠參加 然後呢前幾次都沒有得牌 他就一直不斷的參加 然後這次拿到銀牌 人家問他 他說拿到銀牌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夢想 我要拿到金牌 沒關係四年之後還有平昌 冬季奧運 他四年之後還要參加 好 這個老將齁 連日本人都覺得 葛西紀明太傳奇了 日本共同社資深編輯本目一章 就以值得佩服的葛西紀明為題 向大家介紹這個 冬季奧運的不老都是 這次鎖氣冬季 已經是葛西紀明 第七次參加到奧運 運動場上競爭激烈 四年舉行一次的奧運 要參加一次奧運 四年要專注集中訓練 是不可少的 而且要很專注 而且他是業餘的 他是半業餘的 他不是職業的 他沒錢 然後又要換工作 又要一直不斷的 接受他的訓練 一直這樣子保持巔峰狀態 夏天他還參加 夏季的跳台奧運 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情況之下 許多運動員參加四屆 就算五屆 要花掉二十年 五屆就二十年了 先說能不能得牌 二十年要不斷的自我鞭策 訓練不錯 要有何等的鬥志跟毅力 所以各位 我們是真的 從2006年到現在 秘書長就有這樣子的鬥志跟毅力 一直不斷的 在跟治理當局 在跟中華民國 做理性的抗爭 我們不講情感台灣 我們也不講政治台灣 我們就講法理台灣 透過這樣子 一定會雲開監獄 他這樣子 41歲拿到奧運的銀牌 他想要挑戰45歲去拿奧運的金牌 真的很感動 他從19歲開始參加冬季奧運 到這次第七次 也就是說投入奧運二十多年 他曾經在1994年冬季奧運 四人團體賽 他有一起參加的團體賽拿下銀牌 而在四個二十年 第七次參加冬季奧運再度奪得銀牌 可惜其實差一點點 真的差一點點拿到金牌 各位如果上網去看他的比賽 真的是差一點點 很可惜 不過他說沒關係 就是因為拿到銀牌 他才有機會 四年之後才去拿金牌 而他這麼說 在日本 不但不會有人覺得他在開玩笑 而且還特別尊重他 敬佩他 因為他是身體力型 達得出實際成績的 在日本人心中 他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不老傳奇 我們這麼多 你看我們這裡很多學有專精的 甚至很多非常厲害的 一些傳奇的人物 我們會來這裡 齊心齊力的 想要讓台灣的問題解決 就是因為我們的秘書長 就跟葛西濟明一樣 他值得大家學習 他真的是拿出成績 真的一路從聯邦地方法院 到聯邦高的法院 到最高法院 他一路這樣走過來 跟律師一次一次的 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定位 台灣真的唯一的一條路 台灣未來的真的出路 就在我們秘書長身上 本目一張他很愛要運動 所以他格外能夠點出葛西 這個不老都是難能可貴 首先 大家都會想到 怎麼樣訓練 這十幾年來 像秘書長就是讓自己 每天不斷的去收集歷史戰爭史 讓自己保持在那個 在那個訓練之上 本目說 就算是對於一般業務運動 如何保持積極性也是一大的難題 你敢不敢 然後看大家 我們推出我們的身份證 大家開始辦身份證 結果 反應不是如預期 推出車牌 一步一步的 我們再推出你敢不敢 怎麼讓自己保持一直積極 因為他相信 就像所有的我們的傳奇的這些鬥士一樣 他相信 他相信台灣一定會回到日本天皇的治下 他相信 所以他就不斷的 持續不斷的 持續不墜到現在 業餘運動者不會因為參賽頻繁 所以在訓練時 難免會鬆斜 或者有的時候 情緒放鬆 毅力減弱 這是業餘運動從事的人 都會經歷過的事情 然後對於半職業運動 奧運選手 在任何條件下 保持身體跟精神的集中專注 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 調整身體跟精神狀態也越來越難 他在18、9歲 調整進入訓練 你來看奧運比賽 他們 如果參加奧運 有參加奧運過就知道 我們都有問過很多奧運選手 他們一定要調整到奧運是巔峰狀態 所以他們要調整 他們這四年來一直要調整 每年的訓練 訓練到最後 調整到 像我們那個盧彥勳 他為什麼最近成績越那麼好 他遇到一個德國的好教練 讓他等到每一年會有一些時間在巔峰狀態 才能夠達到那個 溫布頓奧運的前八強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在夏季 他參加跳台比賽 也是都不能放鬆 他現在已經41歲了 他維持這樣的狀態已經22年 22年如一日 而且還要繼續下去 不要說他保持 培養跟年輕人一樣的體力 然後奧運人黃金時期18、9歲 他一直培養這樣的體力 光是22年都要讓自己的意志力 保持在參賽的狀態 我們就要對他智商高度的敬意 這次冬季奧運的運動 基本上在冰雪上進行 比夏季奧運更危險 在冰雪上 一受傷就是重傷 你有沒有看到最近那個車神 蘇馬赫 去滑雪 然後重傷 所以那個 你說那個 葛熙他這樣訓練沒有受過傷嗎 重傷幾下 重傷 他受過幾次重傷 但是只要能夠參賽他就不放棄 只要爬得起來能夠站上去 所以他難得可以一次黃天不復苦線 在這次維持在巔峰狀態 結果差一點點的拿緊牌 還有最現實的一點 奧運選手經濟狀況都不寬裕 本目指出在日本 由於冬季奧運的項目運動員比較少 需要大規模的訓練設施 所以很少有企業願意贊助 葛熙在高中畢業開始投入比賽 到目前為止換了三個工作 他仍然樂在其中 事實上跟夏季奧運的運動員相比 冬季奧運的選手 面臨更多不為人之所知的苦楚 這些都要靠自己選手克服 這該有多麼不容易 所以基於這些理由 他不得不佩服葛熙季明 葛熙二十多年來 克服了種種困難 用自己最愛的運動 圓滿了自己的夢想 給日本帶來的喜悅 他持續以恆的追求 雖然在日常生活 他做很多犧牲 但是在二十幾年來 持續以恆的追求自己的理想 投入自己深愛的領域 這樣的人生 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應該是很幸福吧 所以對葛熙來講 運動就是他的人生 他在今年得牌後的記者會 他表示 雖然他現在41歲了 下一屆冬季奧運 他就45歲了 到了他這個年齡層 應該會思考退休這件事情 但他從來沒想過 搞不好49歲他還會參加 他日夜心念所悉 就是要一直參加冬季奧運 為什麼要一直繼續這麼努力 葛熙說 因為他沒有拿過奧運金牌 他最大的夢想 就是拿到奧運金牌 他只要沒拿到金牌 他就有遺憾 他不想讓人生留下遺憾 他要持續的追夢 遺憾是他的動力 也就是說只要他有力氣 他就要鞭策自己 努力完成夢想 一定要拿到一面冬季奧運金牌 這就是不老都是追夢人的典範 冬季奧運男子個人高台滑雪項目 最老的奪牌者葛熙季明 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 告訴我們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情 那就是 對於有夢的人生來說 只要你不認為年齡是一個問題 甚至從來沒想過他 那麼年齡就只是一個藉口 中華民國是一個問題嗎 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中華民國他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讓你醒過來的藉口 你不讓自己醒過來的藉口 反正中華民國 我問過很多人 他們都常在說 中華民國有比較爛嗎 真的我們執政以後會比較好嗎 幹嘛要改變 所以中華民國 你會發覺出去外面 你要跟大家講 中華民國他不是一個問題 他只是一個藉口 大家都知道 聯合國 因為中國只有一個 所以讓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真正代表整個中國領土 所以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我們不是自動 中華民國不是自動推出聯合國的 他是被踢出來 被踹出來的 幹嘛在那邊跟著他流血流淚 在那邊哭 他本來就只是一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那個石碑 在中國大陸早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在南京那邊貼著 1911到1949 中華民國 美國會寫這樣子嗎 1911到1949 不會吧 美國是1911- 然後後面沒有數字 因為還在繼續進行事 中華民國已經1941到1949 他早就亡國了 那你是亡國奴嗎 不是啦 我們不是亡國奴 我們本來都一直有 我們的老爸是日本天皇 我們都有去過美國 都有美國親自送兩副圖給秘書長 讓他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爸爸 美國總統握有佔領權 然後日本天皇也有所有權 這個很清楚 我們都到日本天皇那邊 都去拜過了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我們去跟他祝壽 不是去拜拜 講錯了 去禁國神社拜 禁國神社拜什麼 拜我們台灣的英靈 台灣有38100個 超過38100個英靈 在日本的禁國神社 他是替 替我們母國戰死的英勇的軍人 那在台灣的忠烈祠 有看到我們的平埔族 看到我們的高沙族 看到我們的台灣人嗎 不超過100個 這樣子就很清楚知道了 這樣就很清楚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地方 認同我們是他國家的人民 神民 所以各位要開始慢慢了解日本的歷史 你要去瞭解 這是我們母國的歷史 以後你會發覺 因為已經69年了 沒有辦法 但是慢慢的你就會發覺 中文會叫大學才變成選修 以後你會發覺日文跟英文是你必修的 活到老學到老不用擔心 我現在也開始去學日文 英文還可以 但是開始要學日文 因為完全不懂 現在蠻羨慕 我的侄子他們 從年輕時在迷七龍珠 所以日記都很厲害 所以沒事看看卡通 看看漫畫 可能日語學得比較快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必修教材 這是我們民政府法理學院必修的教材 第一個 美國在戰爭法的架構內 執行琉球機關的佔領 這樣後面看得到嗎 看不到我用念的 讓各位可以了解 這是完全合法的 我們現在按照這樣的法令 一步一步 尋流球模式回歸到日本 1945年的4月1號 開始成立 1945年的4月1號 那個時候 剛好是什麼時間 時間點 忘記了 日本對台灣實施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日本頒布造書 日本天皇發布造書 台灣那時候開始 已經完全成為日本的皇民 那時候 琉球 那時候他沒有打台灣 所以那時候 所以他對我們頒布以後 台灣一直都有 日本的第10方面軍 一直固守著台灣 所以那時候琉球是被打得很慘 琉球幾乎被美國快打倒 打倒了 所以他已經佔領琉球 所以開始在琉球 成立琉球列島的美國軍政府 同一天 同一天 我們 被日本天皇發布造書 那一天我們成為真正的 日本的神明 不是日本國民喔 我們是用 我們是用日本大帝國的憲法 到目前為止 日本大帝國唯一在全世界 一直在實施的憲法 就在台灣 那 日本國 那個已經改憲法了 他們最近也要把憲法改回來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們也成立了1946年的4月24號 成立沖繩民政府 OKINAWA 7 Administration 所以 那個時候在1946年的4月24號 那時候日本已經戰敗了 因為他在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所以那時候 沖繩已經成立民政府了 一樣 那時候台灣就要成立民政府 所以台灣那時候有成立民政府 叫做台灣省政府 所以那時候成立台灣省政府 就是要成立台灣民政府的前身 那時候想要讓台灣呢 再這樣子再選出台灣人來治理台灣 結果後來沒有 後來沒多久 蔣介石跑來了 蔣介石偷偷摸摸的跑進來 然後開始宣布戒嚴 然後所有人全部規劃成為 中華民國國際 所以那時候李登輝 他說要廢省 為什麼美國說不行 為什麼美國說不能廢省 對 美國他有所有權 不是 美國他有佔領權 他有佔領權 他說不能廢省 因為 台灣省政府 當初本來就要成為台灣民政府 所以他把它廢省之後 就沒有台灣民政府 所以他說只能動省 他要求李登輝不能廢 只能動 所以那個誰 宋楚瑜很高興 沒有啦 宋楚瑜跟他什麼事 宋楚瑜現在很忙 各位知道宋楚瑜現在在哪裡嗎 在平南島 各位都知道嗎 他那裡忙著 招收中國人的第二代 來我這裡 我可以讓你免費有移動房子 中國人都知道 然後金門 金門現在也很忙啊 因為 各位知道 金門跟那個 連江他們拿的護照啊 上面都有學China 台灣的護照 他們都學China 所以 那個地方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現在 那個金門 蓋了一棟很大的辦公大樓 我們很多高砂族都有去幫忙蓋 蓋好了 然後他們說那是金門的什麼 什麼 娛樂中心還是什麼 反正現在就還不宣布啦 幹嘛要蓋這麼大的一個辦公大樓 各位慢慢就會知道 到時候就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金門 1946年的10月3號 燕美群島 臨時北部新南租政廳 宮古民政府 然後呢八重山民政府 所以他那時候有很多 他還沒有統合起來 他剛才只是宮古民政府啊 八重山民政府啊 然後燕美的租島的那個行政廳 琉球臨時諮詢委員會 到最後才是成立正式的 這是標準的正式名稱 琉球列島美國政府 所以以後到時候我們也是 台灣列島美國 台灣列島美國民政府 這是標準的官方的名稱 所以呢他一承認 一成立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之後呢 當初琉球就是在美國的治下 所以那時候他就開始不能 跟琉球人民課稅什麼 他只能利用關稅貿易協定 去要求他們貨物去課一些 那些稅金 但是那時候波多黎各 他就都不繳 波多黎各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 他經過這幾十年來 從西班牙戰爭到幾十年來 都一直在美國的這個避孕之下 美國軍隊保護他 然後他東西賣到美國不用課稅 他在人民封衣足使 美國還要一直持續幫助他的那個外交啊 他的軍事啊 所以他們都很好做勤勾 然後美國說這樣擺爛也不行 所以他要求波多黎各 不然你們公投嘛 你們公投嘛 結果他們公投說 我們不要自治 不然你們公投 要不要成為我們美國第五十一週嗎 他們也不要 我們就要維持現狀 如果今天我們每個人的年收度 超過三萬塊美金 念書念到大家都不用錢 每個人都有配一棟房子 然後美國就這樣管著台灣 我們也不成為他第五十一週 你們要不要 要嘛 幹嘛要浪費那個時間 反正除非哪一天 日本要把我們收回去嘛 對不對 如果美國一直佔領 然後就像波多黎各一樣嘛 在這世界上 我經常在問我們的學生 我說現在我給你做總經理 一個月領五萬塊 總經理 我現在給你做一個政務官 我們台灣民進的政務官 一個月領五十萬 你要做什麼 等於我們要做政務官 為什麼 因為薪水比較高啊 人生在世 你有理想有抱負 但是像那個葛西紀明 如果今天有一個企業願意贊助他 每年給他三百萬的訓練經費 叫他冠名他要不要 要啦 為什麼不要 日本企業比如說 美金龍說要冠名 但是拿到銀牌回去可能會有人冠名 贊助他四年之後來比賽 人有時候是這樣 像 我們台灣的盧彥勳 謝淑薇 剛開始也都沒有企業冠名 你成績打出來就有人願意冠名嗎 一樣道理嘛 你做的那麼辛苦 為的是什麼 不是為了名嗎 不是為了利嗎 你告訴我說 你有崇高的理想 今天 民政府執政了 你願意來做一個清官 你一毛錢都不領 有可能嗎 你不領人家會塞紅包給你 對啊 這樣不是更慘 貪汙唯一死刑 對啊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們標準的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接下來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在1951年的4月1號 他也花了6年的時間 花了整整6年的時間 才 真正有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到了 1945年的8月10號沖繩諮詢會 1946年的4月24號沖繩民政府 到1946年的10月3號 岩美群島臨時北部西南島朱鎮廳 我跳過 再來琉球政府 這是什麼時候 1952年的4月1號 整整7年的時間 所以呢 美國軍事佔領日本琉球模式是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成立 沖繩宮古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設立 琉球民政府 依戰爭法推論 整個這樣推論 他應該對台灣也是這樣子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台灣美國軍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美國民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或台灣政府 好他現在說 麥克阿瑟將軍第一號命令 請中華民國來代為佔領台灣 那他應該 中華民國應該 標準的作業模式是什麼 我們要有SOP 本質是台灣中國軍政府的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本質是台灣中國政府的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後來改制為台灣省政府 應該要設立台灣民政府 和台灣政府 他剛開始都有 後來都沒有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民族的救星 歷史的爛人 對 對 中國佔領當局 從1945年的10月25號 依照盟軍的協議 得以分配 佔領日本台灣 沒有協助被佔領的 本土台灣人 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現階段 本質為台灣中國民政府的 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的架構之內 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 設立其 及運作的佔領的責任 是以實現在台灣地位正常化之前 不得廢除 台灣省政府 所以現在叫做動省 所以1945年的4月28號起 中國殖民政權 在美國當局任何下 因為代理台灣美國軍政府 可以繼續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其實這中間有發生很多事情 真的發生很多事情 那時候美國 好幾任總統 一次又一次的 想把蔣中正 請到菲律賓 甚至連蔣經國都有瞎飛給人老輩 剛剛我們得罪美國了 美國要把我們送到菲律賓 要繼續說中華民國領王政府在馬尼拉 為什麼他們沒有去 這個會講到另外一個歷史的爛人 真的是超厲害的 他的老婆宋小姐 真的太厲害了 他就是有辦法讓每個美國總統 最後都聽他的 唉 這個一個美人害了我們台灣的江山 然後呢 基於中國佔領當局沒有設立台灣民政 這阿拜烈書你都會賺到 以後歷史都會回復各位 各位就知道宋北林這個人 到底有多厲害 美國 美國當局完全有立場 親自執行日本台灣的佔領 依照戰爭法設立台灣民政 所以到目前 美國都一時握有佔領權 各位上課到現在都知道 台灣的總統當選要誰承認 美國 美國沒有承認台灣的總統當選無效 所以各位都很清楚知道 到目前為止 中國佔領當局 流亡中華民國 他們都很清楚 美國是老大 尤其是馬英九 他最清楚 馬英九很清楚 等到這個 整個事情塵埃落定 你就會知道 馬英九跳出來說 誓死效忠美國 沒有啦 這個慢慢的各位就會知道 因為馬英九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個慢慢的各位 因為有的時候不方便 我們 慢慢的會看到事情的明朗化 那現在讓他們去執行 免得到時候 這個產生這個 這個紛爭 這時候 那個本土台灣人 他對我們的那個本土台灣人 中華民國 他實施兩面的策略 兩面手法 當初我們的祖先 就是被他們破壞 第一個 他用佔領日本台灣之後 對於不順從的 不順從的那個本土台灣人 祭出美國承認的戰爭法 予以最嚴厲的懲罰 所以他說 美國為什麼 剛才那時候 228殺了那麼多人 美國為什麼 沒有跳出來幫我們 你有沒有想過 他說戰爭法 戰爭法當下 我們如果沒有選對地方去抗爭 他把我們視野叛亂 想要把那個佔領軍 把佔領軍趕走 如果那個時候在當 在那個時候 你對佔領軍實施這樣的 跑出廖天釘 半夜那邊殺那個佔領軍 他就一下把你殲滅了 那個合法的 戰爭法合法的 所以最嚴厲的懲罰 他就用228事件 好 你不順從我就殺人 我們那時候很多的大佬 說要去談判 要跟他一起去調解 然後一進去就沒有回來 真的 好 你順從 順從很簡單 順從就是把你的日本籍撤掉 換成中華民國國籍 順從呢 就將台灣人納入中華民國憲法體制 就地合法 將台灣併入中國 所以將來這些問題 很簡單就可以去處理 因為他在這裡就大錯特錯 所以才會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改變 對於中國佔領當局 本土台灣人不順從 沒有辦法生存 順從就會被視為認同中國 所以中國人的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進退為股 輪於政治煉獄 這是美國法院判的 我們是在政治煉獄當中 我們現在民主長告訴大家 我們採取本土 我們採取兩手策略回敬 一方面 我們順從中國佔領當局 以行戰爭法的暫時效忠 我暫時效忠你 因為戰爭法規定 你現在是佔領我 我暫時效忠你 我們不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另一方面 我們就連結美國跟日本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一直跑美國 我們去年跑了美國 跑了日本 我們要讓台灣的地位正常化 跟中國切割清楚 我們也不跟中國當敵人 太近了 沒事不要去惹他 我們跟他當好朋友就好了 探野錢就好 說真的 民主長說以後台灣就像瑞士一樣 我們是一個中立國 所有的那個經濟 自由貿易全部都來台灣 像香港一樣 香港現在掛在中國下面 大家會怕 如果台灣到時候是美國軍事佔領 然後跟經濟跟自由跟貿易 大家都願意來台灣 又進 那個時候 台灣就可以開始真正的 像新加坡一樣 像韓國一樣 因為台灣的地位不明 所以現在才會被那個 被那個叫什麼 國發 叫什麼名字 管中民 說什麼 早就沒有亞洲四小龍 對啊沒有亞洲四小龍 以後只有台灣 沒有亞洲四小龍 更厲害 現在 民政當局的概念 佔領者 民政當局資源 是幫助穩定外國的政府 所以 我們是幫助穩定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的任務活動有三種 第一個 民事援助 第二個 善意領土之民政當局 第三個 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所以 各位 以後一定要搞清楚 你今天當了台灣的政務官 你的老大 是美國軍事政府 要搞清楚 你不要沒事的 又跟中國又在那掛鉤 你要怎麼死都不知道 一群人又跑去跟中國掛鉤 中國最近又要來發那個 中國的身份證認同卡 中華卡 所以你不要沒事去 拿針刺自己的屁股 我們旅行條約是協 或者協議 是由國際法所發生的義務 美軍在占領地所成立的軍事政府 也就是軍政府 他的民政當局 必須務設適當的被占領方的人士 依戰勝法設立 民事政府以及民 一級民政府 遂行治理權移轉 並在萬國公法規範之內施行治理 好如果我們經過一段時間 我們的治理都很完整 國父民安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跟日本講 你要不要再認為你這個羊子 你要認為這個羊子 我們願意跟你當邦聯 開始這樣子慢慢的 把本來現在是羊子 我們其實是他親生兒子 結果驗DNA是親生兒子 結果他一直把我們當羊子在養 到時候我們就回到他的治下 跟他成為邦聯 這時候台灣 整個國際地位就正常了 我們出去外面就可以講 我們是台灣 I am come from Taiwan 當軍事需要 或者合法指令要求軍隊 在被佔領領土設立一個 暫時性的政府的情況發生 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黨 於是強制勢力 被治理的領土 在美軍有效的控制之下 所以美軍到目前為止 都一直有效的控制台灣 我跟各位講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台灣的那個電視都有報導 一個很好笑的事件在發生 就那個時候就有一個 等一下那個潘老師可能會跟各位講 就有四顆核彈頭 不小心從美國運到 本來可能要運到那個 日本的那個基地 普天堅基地有可能 結果不小心運到台灣來 然後呢就台灣的收到 在清泉鋼收到以後 也就這樣運啊 就找一個倉庫保管 反正美國的東西 就都放在台南的基地裡面 就收到那邊去了 中華民國的軍隊幫忙去 看那個四顆核彈頭 四顆核子彈頭 然後一年之後 他們在清典的時候 普天堅公 我怎麼沒有這個核彈頭 核彈頭找到哪裡 跑到台灣 糟了 送不到地方 所以他們半夜呢 就派軍機 在清泉鋼降落 然後再從台南 把那貨物提領 軍機就載走了 這是我們的電視自己報導的 載走了之後呢 第二天一大早 台灣的那個駐美代表 不是 台灣 在台灣的那個美國的那個 在台協會的那個 代表 就打電話給我們的國防部長 我們前面有一架軍機飛進來 載了四顆核彈頭離開了 我們已經載走了 跟你說一下 那國防部長怎麼回應 你知道嗎 人家親問打火 把你的東西運作 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 很可惜 核彈頭放在這裡一年 都不去研究一下 沒有可以大幅的提升 我們對核子的那個 嘗試跟知識 這很好笑 他竟然用這樣回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台灣 美國 台灣的領土 美國軍隊 來去自如 因為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是強勢勢力 被治理的領土 是在美軍有效的控制之下 所以美軍到目前為止 都是有效的控制台灣 尤其是美日安保條約 當初美日安保條約 就很清楚的 把台灣納入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這些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美國軍方的目標設立一個 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還有儘快移轉給一個 適當有組織的政府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 就是各位現在在做的 第三個 被佔領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取旅行條約 協議或者國際法所發生的義務 美軍在佔領 地區實力 這我剛剛講過了吧 再來美國軍方會 會檢定篩選訓練可靠的民間人士 順利來轉移政權 即使採用當地民間人士 占領軍 仍然保有行使高權之權力 最高權力還是美國占領軍 那賦予民政民政府官員的權利 並不自行終止軍隊在被佔領領土的責任 也就是說 到時候台灣 民主長會在國安聯席參謀會 就是負責台灣的所有的安全 但是 所有的軍事政府 還是對台灣有最高的指導權 所有的我們的官員的權利 沒有辦法去把那個美國的軍隊趕出去 你不要當了政務官之後 傻傻的說 我不需要美國保護 我要自己成立自己的軍隊 千萬不要去趕他 你負責 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 你要了解自己的角色 你現在當了政務官之後 你要了解自己的角色 當軍是需要 或者合法指令要求軍隊 在被佔領領土設立一個 暫時性的政府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是強制失憶 被治理的領土 在美軍有效控制之下 所以美國的軍方的目標 是設立一個 我講過了嗎 好 上下 大家都說不到 美國 美國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目標設立一個 有效力的民事政府 這個政府呢 不應該對未來 還有和平穩定有威脅 對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的資源 應該著重在於民政當局從事 民政當局乃至民事政府 是有秩序 有效率的過渡 以國際法和條約 國際法跟條約來履行義務 義務這些 國際法跟條約的義務來履行 整個佔領當局要求我們做的事情 好 這個比較枯燥啦 但是各位要知道 一些概念要很清楚 軍隊並沒有需要 在被佔領地區 存在以示戰友 所以如果有需要 他會馬上派艦隊過來 他並不需要每天出現在你的面前 他可以來不領 氣不中 像忍者一樣 我讓你知道我的存在 但是呢 我不需要出現 佔領軍必須有能力 在領土之內的任何地區 可以迅速部署 強施全力 他有沒有做到 有啦 那時候那個 中國大陸說飛彈要打過來 他馬上就來了 馬上就來保護台灣 各位只是不了解 到底中國大陸 李登輝都有講 到底中國的飛彈有沒有打過來 那個時候台海危機 有啦 到一半都被打下來了 李登輝自己都有講啊 他們射過來勒 真的要打勒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比較衰 我剛好在馬祖北竿當兵 剛好那個時候 波斯灣那個 伊拉克跟科威特戰爭 我剩下兩個禮拜要退伍 在馬祖北竿 兩個禮拜退伍 通常就是放退伍架 結果我們連長說 你派一支槍 裡面賀槍實彈 然後一樣讓我放假 然後我每個禮拜 背著槍 賀著實彈 然後到KTV 到那個MTV去看電影 很可憐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出去外面晃 然後呢 後來 要退伍前幾天 真的打了 然後他們說 中國的飛彈要打過來 然後那個 那個我們師長 召集我們所有的 包括我 春三天要退伍 他跟我說 嘴巴會來 不會來 不知道 我想說 嘴巴會來 不知道 你要有死守 馬祖北竿的心理準備 因為如果打過來 我們不會有任何援助 這島上的 四千個官兵 就是要死守 馬祖北竿 我說 我剩三天退伍 我還跟你戰 我那時候想說 沒有關係 到時候我游 就游到對面去 因為從小在花蓮長大 還蠻會游泳的 那時候在想說 那你家衰春三天 那時候知道 他飛彈真的有打 只是都被美國設下來了 都美國擋下來了 還好後來有順利平安退伍 怕一下 現在一定要跟他討那些錢回來 白白去當兩年兵 所以有些上述敘述可以知道 美軍完全有能力在台灣島內任何地區迅速部署 台灣即使沒有美軍的駐在地 表面上沒有 6月以後就很快就有了 他也是美國法理佔領的地方 這一點可以回答 不知道台灣 尚有佔領事實的無知者 大家了解 他可以迅速部署 因為時間的關係 各位可以去看 台灣戰爭史第302篇 我們的必修教材 我還沒有講完 這篇很長 那希望各位 好好的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 我們以後一起 來協助台灣 讓我們台灣的人民 大家都可以風衣足食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